來看焦點話題 中信金控集團負責人菇仲亮 今天遭到了特徵組的搜索和約談 今天上午總共有18名檢察官 指揮總共超過400名的檢警調人員 搜索中信金控集團和國保集團 大約約談了有94人 其中就包括這兩位負責人 菇仲亮和朱國榮 根據特徵組表示 菇仲亮總共涉及三個案子 第一個是涉嫌在92年到96年之間 藉由中信金控集團的子公司 用境外投資的名義 把高達3億美元層層轉匯 到自己的私人名下 第二個是在103年到104年之間 為旗下的中信商銀 購買內湖資訊機房和行政大樓的時候 涉嫌以高價套取中信銀的價差 又在104年之間 為了中信人壽併購台售寶的時候 以中信人壽的資金 低價高買國保集團 所提供的單保品 讓國保集團獲益數億元 中信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顧重量走進特徵組不直接回答媒體問題 只搖搖手致意 他和國保集團總裁朱國榮 因為涉及內線交易等罪 8號被特徵組約談 搜索中信金控集團國保集團 及該兩集團實際負責人 菇先生 朱先生以及相關受先人 住家及辦公出所 特徵組調查發現中信金控集團 涉及在92年至96年間 以子公司境外投資名義 資金轉匯到估重量的人 掌控的私人帳戶 私吞將近100億台幣 103年中信銀行購買內湖新大樓時 利用人頭子公司和長紅建設合作 故意抬高土地價格 用高價51億賣給中信銀行 從中卡遊水 而去年中信人壽和台灣人壽合併時 用高價格購買國保集團 低價值的單保品 故意讓國保獲益數億元 國保集團更是趁著河邊案 進行內線交易 不法獲利高達上億元 住兩集團所為 均嚴重影響金融市場交易秩序 而是有違反銀行法 證件交易法等最顯 目前估重量和朱國榮 都還在徵訊當中 是否改列被告或是涉案人 都要等特徵組訊問後才能確認 元TV 楊潔 葉偉成 陳正新 張宏夜 台北報導